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段圣经是大家都回教的一段时间 应该不会太陌生的 就是一个跟从耶稣的少年人 或者我们叫少年官的一个经历 我想先从一个故事开始 很多很多年前 当我在美国读神学的时间 有一年的暑假 我就去波士顿做实习 因为实习的缘故 就在亲戚家里住 亲戚对夫妇 因为我们去的缘故 所以他本来想着一辆车要劏 因为一辆太残疚了 不过他留给我们银 他自己的一辆车是Vuovo 的车 一辆比较漂亮的房车 另一辆车我不记得什么牌子 总之是美国的很巨型的车 很多年了 不过这辆车不单只是老爷 残疚了 还有枪是坏的缘故 没有冷气的 然后还有趣的地方 司机那边的门 因为被车撞过就凹了 开不了 每次我就要在乘客那边进去 然后爬上司机位才开得到 所以我说这辆车本来是汤的 不过因为我们去就留给我们银 我去到这间教会实习的时候 其中一个工作就是负责少年人工作 我和那些导师一起带少年团契 由于美国的地方比较大 所以每次出入都要银车去团契 去教会 有一次就是教会 这个少年团契去旅行 由于大部分的导师都有车 所以不需要租旅游巴士 香港也要 但美国不用的 就跟导师坐车就可以了 所以就安排那些小蚊子坐车 结果在安排的过程里面 没有一个小蚊子愿意坐车 理由很简单 刚才这样的情况 大家都不想坐车 但怎知道他们没有留意一件事 就是早一晚 在这个旅行之前一晚 我就去探访 拿着我那辆美国很大型的残车去探访 走到半路 车楼灯越来越暗 停了 后来我发现打蚊帽 车楼灯越来越坏了 所以整辆车就开不动了 因为已经要保销了 接着 第二天早上就带导师去探访 所以我轻轻地说 不如你开我的Vovo去吧 结果我就开了Vovo去排停车 我还很记得那个场面 到分组的时候 哪个团友跟哪个导师 没有一个团友肯跟我的车 因为他想着我开那个残车 这是什么来的 然后当他出到停车场的时候 看到原来我开了Vovo 结果大家就说 哎呀 总之去那里了 这些小朋友也很现实的 这个只是一个很小的决定 这个决定有时候和其他大的决定一样 有些惊讶 有些惊讶 是你意想之外的事发生的 人生里面其实我们不停有很多不同的决定 每天都有 今早回不回崇拜 我不知道会不会是一个很大的挣扎 一个大的决定 今早要吃什么早餐 或者更加大的决定 你读大学 选哪一科 你去哪里 究竟会不会决定去移民 这些人生比较大的决定 你的人生的伴侣 你需要多少个小朋友 这个只是说子女 孙子就没有你决定 就没有我决定 子女 多少个 可能都是一些很大的决定 很多年前 当我在美国看电视的时候 那一年的福音电台 一个基督教的电台 就访问葛培里牧师 这位过生几年 上帝很重用的仆人 在过程中很多人我都忘记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 我到现在还很深的印象 这个记者就问葛培里牧师 他在人生里面 你哪个决定 是对人生最重要的 我还以为是他在说 那些大型的报道会 不知道大家知道 他十几岁 已经在说罗省的报道会 所以说 是一个没有读神学的年轻人 一举成名的大型的报道会 但是除了我意料之外 他说 他最大的决定 是在大约他十岁的时候 做的决志祈祷 要跟从耶稣 他说 这是影响我一生的决定 我真的看到这些报道家 神的仆人答的答案是很不同的 他的眼光很不同 当我回想的时间 我非常同意 决定要信不信耶稣 是人生所有决定里面 最大的决定 因为这些决定会影响我们一生 这里我们看到 刚才主席大陆读出的一段聖经 马方第十章 都是讲解那个人 他如何做决定 跟不跟从耶稣 今天我知道有圣餐 跟着也有聚餐 所以刚才进来 有好几个人都跟我说过 你不要说得太长 我明白的 所以我今天 就会和大家分享 有几个经文的重点 首先我们看看 一个决定的决责 特别在跟从耶稣的事情上 一个应有的态度 或者可以这样说 从上帝的角度来说 上帝对我们决定 跟从祂的一些基本要求 这段经文说 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 就是在当街当巷 如果今天上下说 有人跑来 很诚恳地 然后甚至 他跪在耶稣面前 一个成年日 在当街当巷 下落 后面我们看到 或者从其他经文 我们看到 比对其他经文的时间 他是一个少年人 但我都提过几次 少年人 基本上的意思是 已经和本翻译少年人 不是指十多岁的人 是指大约二十到三十多岁的年轻人 并且是一个经文 说他是一个官 就是说 当时可以这样说 是一个年轻 有为 有成就的人 竟然当街当巷 跪在那儿 不似下问的问耶稣 良善的夫子 就是老师 夫子就是老师 我当作什么事 才可以承受永生 他见到人生里面 有一个盼望 他很想能够得到 在圣经里面 旧有圣经也好 新有圣经也好 一路所预望 预期的 说的一个永生 一个永远的生命 一个离开世界之后 仍然都可以得到一个 进到天堂的永远的生命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虽然可能他有学识 他有钱 他有地位 但这个问题 不是那些世界上的人 可以回答你的 他想问一位 从上帝来的 这位 他可能认为他是先知 或者神的仆人 问耶稣 我当作什么事 才可以承受永生 简单地说 这个人不止下问 天卑的态度 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接着耶稣就反问他 为什么他叫我做良善呢 很奇怪 是不是耶稣不接受这个称呼呢 不是 耶稣想他想清楚 他说良善是什么意思 良善可能有两个不同的意义 一个意义就是 比较好的良善 或者他这么说 是一个相对的良善 我相信每一个人 大部分的人 都有相对的良善 如果我们没有任何良善 这个世界就非常可怕 我们都有相对性的良善 不过良善有第二个意思 是一个绝对的意思 是永远任何情况之下 都是良善的 耶稣就问 你叫我做良善的时候 是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好像一般的 找一些老师 先知 一些其他神的仆人 那样 称呼做良善 是一个好人呢 其实这个福不就带出 最后耶稣是一个绝对的良善 就好像上帝是绝对的良善一样 不过耶稣没有等他的答案 接着耶稣说 除了神一位之外 再没有良善 你可以看到这个良善 在说上帝那种绝对 在任何情况之下 任何决定之下 都是良善 那种良善 十九节 一连串 耶稣问了他 关于戒命的问题 我再读一次 请你翻开圣经 希望你习惯 听道的时候 打开圣经 因为我们讲道就是讲圣经 我希望你习惯 听道的时候 打开圣经 你看 马分音第十章 十九节 一起读出 戒命你是晓得的 不可杀人 不可奸人 不可偷渡 不可作假见证 大家数不数到这里 多少条戒命 多少条戒命 六条 你有没有留意到 这六条戒命 即是十戒里面的 其中的六戒 基本十戒的其中的六戒 而这六戒里面 我们一般来说 就是在这个十条戒命里面 属于人和人之间相处的要求 不过十戒前面的四戒 是讲人和上帝之间的 应该有关系 独一的神 只是敬拜他 你见到耶稣用的方法 为什么称呼我做良善 除了神之后没有良善 这个是一个伏不 接着说 你有没有遵守戒命 然后耶稣似乎故意的 将前面人对上帝应该有的 那四条戒命 是没有讲的 是讲后面那六条戒命 人和人相处的一些戒命 然后这个少年观 可以这么说 二十节就说 他对耶稣说 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 真是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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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有子女 他能够懂得跟你说 我想你都老怀安慰 是吧 再读一次那六条戒命 不可杀人 不可奸人 不可偷盗 不可作假见证 不可规附人 还有最重要的是什么 当孝敬父母 接着他说 我从小遵守了 你是不是老怀安慰 当然耶稣知道他所说的 都是正确的 因为耶稣是无所不知的上帝 所以耶稣很喜悦他 很爱他 很称赞他 我说的一个跟从耶稣 或者一个要决定要跟从耶稣的决定里面 这个少年观可以说留下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一 他很牵逼的态度 二 他很乐意 很认真的过他人生 这两个条件差不多就是 很多人最后不能够决定跟从耶稣 或者不想跟从耶稣 所没有的 他觉得自己很厉害 什么都自己搞定 他很难跟从耶稣 他很难跟从耶稣 或者他根本上 他不觉得需要正视一个更美好的人生 我现在挺好 很满意 甚至有时候是自欺欺人 或者是很满意 但实际不是 那少年观似乎两样都有 他很正视人生 并且很认真的个人生 但这个这么好的条件 去到更加核心问题 跟从耶稣最核心的一个问题 二十一节 耶稣看着他 就爱他 很欣赏他 预纳他 对他说 你还缺少一件 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级穷人 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 好了 我经常读经文的时候 都喜欢问一下弟兄姊妹 我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是中文的 不用太复杂的 是中文 这些经文里面有的资料 请你按住这些经文的资料 回答我便可以了 究竟耶稣要求这个少年观 是一件 还是两件 甚至是三件 或者我再读一次 我们再读一次 第二十一节 然后请你回答我 耶稣要求这个少年观 做的跟从的决定 是一件 两件 还是三件 我再读二十一节 耶稣看着他 就爱他 对他说 对他说 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 是多少件 三件 三件 有没有其他答案 不如我们试下举手表达一下 三件的正举手 也不少 三件 两件的正举手 一件的正举手 好 那我试下 代你们说的理由 好吗 首先说三件 很明显数 就是 变卖你所有的 一件 分给穷人 第二件 然后 然后叫跟从我 然后叫跟从我 就是三件 是否这样理解 为什么 你解释错了 这是第一个 可能的答案 第二个 这句话 你还要来跟从我 就是好像 加多件 就是和上面比较 变卖你所有的 分给穷人 一件 然后 还要来跟从我 那就两件 是否这样理解 如果你解释一件 就是更加容易 因为耶稣第一句说 你还缺少一件 是不是 那三个答案 是谁才对呢 这些经文 我读过了无数次 但你没有想过 你不觉得奇怪吗 耶稣告诉你 你还缺少一件 然后说了两件 甚至是三件 你不觉得奇怪吗 读圣经 你有些兴趣才会追下去 那些兴趣产生 就是从问题开始 就是你觉得 为什么这么说 那是好东西 通常你有问题才是好东西 学问就是这样 就是你要问问题才可以 你可不觉得有问题吗 还是不觉得的 Hello 可不觉得是个问题吗 不觉得 算了 我自己回答吧 大家互参加过婚礼 有 在教会也好 在外面的婚姻住宅住也好 都有宣誓的仪式 宣誓仪式就是说 你是不是愿意在顺境 逆境 富贵 贫穷 健康 疾病 都愿意爱他 保护他 和他一生一世 我想问一下你 当这个主持这个人 无论是这个律师 或者这个牧师也好 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究竟问他三件 还是四件 还是一件 多少件 不是啊 刚才说健康 疾病 富贵 贫穷 顺境 逆境 不是很多件吗 多少件 都是一件 好了 你有没有试过 和这些年轻人 如果你家里有年轻人 在读书的话 我也好像举过这个例子 现在年轻人的读书 和我们以前是很不同的 我们以前读书 就是找个安静的自修室 是吗 除了没有人吵我的 没有其他骚扰的 是读书 你有没有知道 现在年轻人不是这么读书 是怎么样 开了手机 开了电脑 开了电脑 后面还有一个很大的喇叭 在播音乐 跟着跟人说电话 是吗 是吗 如果你走过去叫他 你在做什么 他会怎么办 你呢 读书 他在读书 真是厉害 好了 我做父母 可能我会跟他这样说 要求你 关掉手机 关掉音乐 然后 不要上网 专心读书 我想问你 我说了多少件呢 其实我要求是多少件呢 多少件呢 那件就是 专心读书 好了 回到这段经文 我现在问一下你 耶稣说 你还缺食一件 你将你所有的 变卖了 分给穷人 你还要来跟从我 那是多少件呢 答案一定是一件 因为耶稣说的 所以你的答案不应该和耶稣不同 耶稣说你缺食一件 那一定是一件的 但如何理解那三件事呢 就正如我刚才所说的 其他的富贵贫穷健康疾病等等 你要爱他 其他的富贵贫穷 是形容你在什么情况之下 都要爱他 你关掉电脑 关掉音乐 手机等等 是形容他 或者要求他 或者conditional他 要专心读书 耶稣说你变卖你所有的 分给穷人 就必有财备到天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 那重点是 跟从我 你要变卖所有分给穷人 这样的条件之下 来跟从我 听不听明白 这段经文还未解释完 还有第二个向导要解释 如果这样的话 我想我们大部分都跟从耶稣 是没有资产 老实实 有没有资产 你有的 你银行总有些 是不是 那是不是要跟从耶稣 就像这个人那样 要变卖所有 给穷人 然后才可以有机会上天堂呢 这个问题还未解决完 还有第二个问题 耶稣说你 把你所有放下 然后跟从我 我明白的意思是一件 不过 那件怎样应用到呢 怎样明白在我身上呢 我发觉这段经文 很多时候我们读了就算了 是的 他就要了 我不用了 我们会选择性读圣经 你明白吗 神话会赐福你 那就是我 就是我有份 变卖所有人 他就有份 我们选择性读圣经 可能不是最好的方法 但如何理解这件事呢 首先我解释一下 圣经里面 有很多 无产阶级 有很多贫穷的人 跟从耶稣的 核子 黑丐 或者一些劳工阶层 打渔夫等等 他们也有的 不过圣经里面 也有些很有钱的人 所以教会很特别的 包罗曼有什么人都有的 我曾经举一个例子 阿伯拉罕是一个富甲一方的 当时的大地主 一个很有钱的人 阿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 上帝很赐福给他 大家记得一次吗 他的侄儿罗德 被人捉了去 产生一场四王与五王战 你记得这段经文吗 很多时候我们读的时候都不记得了 四王与五王 是四王打赢 还是五王打赢 老实实 你答不出 就很应该只有两个选择 第一 好好地回主学 第二 参加波道神学院的 一些校外课程 四王与五王打赢 是四王打赢 打赢之后 顺手纳罗德走 当然这皇帝不是真的一个国家皇帝 是一些暴族的游长 而阿伯拉罕听到消息之后 就叫加丁一起营救罗德 即是跟那四王打赢 五王都不够打 阿伯拉罕一个家庭怎么够他打呢 圣经说阿伯拉罕叫他家里面可以出去打仗的家丁 多少人 老实实 答不出 就只有两个可能性 多少人 答不出 318个出去打仗的家丁 318个人 我认识一些人家里有三个飞龙 我认识很厉害 有三个飞龙 但我从未听到他有318个飞龙 你可以看到阿伯拉罕有一个相当 这个就是打仗 而没有计算其他不出去打仗 可能是女士或其他佣人 他还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 所以问题不是每一个人 是不是都像这个少年官那样 耶稣要求我们变卖一切 分给穷人 然后才有条件跟从神 那是什么意思呢 反正要求是什么意思呢 对这个少年官来说 你见到后来他说 他不愿意接受 因为他产业很多 耶稣督正他的死穴 那个死穴就是他视财如命 你见到他在一个人里面 他有两种的心态 他还很想追求 如何得到永生 我不满意今生的生活 很想不耻下云 去找到生命的终极意 但另一方面就是 他不想离开他很有把握 可能他半生努力积蓄的成果 很难放下 但对阿巴拉罕来说 上帝很知道他 愿意将一切给他 他根本不需要这样要求他 对阿巴拉罕来说 上帝要求他 离开吴义 你离开你安输的地方 对彼得若翰来说 你放下你的小船鱼网 对马太来说 对马太来说 你离开你的碎利的关口 对保罗来说 你为什么要坚持要逼北架会 为什么要用脚踢翅 你看到不同的人 上帝对他的要求可能都不同 不过有共通点 那共通点就是 你要将上帝放在你人生的第一位置 如果前财对你来说是第一位置的话 可能这段经文对你说的 你可以直接形容 你要放下你的前财 以上帝为首 如果你觉得你人生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的安全感 最重要是自己的成就感 最重要是自己的份工 最重要是自己的面子 最重要的是自己 一些在人面前得到的称赞 如果你跟从主的话 你要将那些放下 要将耶稣放在第一位 无论对亚伯拉罕 对这个少年观 对保罗是完全一样的 耶稣是我们生命里面的第一个人 这个抉择的关键就是这里 你还缺少一件 是要百分之百跟从我 就是那个核心的地方 第三个我们来看看 跟从耶稣的一个结果 首先我们来看看反面 第二十二节 这个少年观听到之后 他听见者说 念上就变了色 念上变了色 圣经里面 有另外一处 只有两处 除了这里之外 另外一处出现的字 是变色这个字 如果你的圣经帮我打开 请你翻开马太福音十六章 马太福音十六章 第三节 这个经文里面 又出现变了色 这个字 在这里当然有不同的翻译 你读完这些圣经之后 你猜猜哪个字 在原本文字上 都是变了色 哪个字是变了色 当然因为上文下理 他不是翻译成变了色 他翻译另一个中文的翻译 是什么呢 又发黑 其实我们的广东话 是觉得很好的 他面都黑了 真的有 如果把马太福音十六章的翻译方法 放回马可第十章 他听见者说 面上就黑了 便黑了 面都黑了 然后圣经说他 幽幽愁愁愁的走链 要决定跟从耶稣 要信耶稣 这是一个很大的决定 是一个很严肃的决定 是要付上代价的决定 但当我决定不要这个救恩 我不要相信耶稣 一样要付上 或者更加要付上更大的代价 我昨晚有机会 跟一个认识了几十年的朋友 一对夫妇出去吃饭 每次都要请我吃饭 所以我决定 今次和他庆祝生日 决定今次都要我请他吃饭 他最后答应 我平时也不肯 那时他答应了 我请你吃饭 在吃饭的期间里面 就说起 他外母病重 在医院里 我就问他 你外母信耶稣吗 他没有 他一直迷信 他不信 我说他有没有机会 有人跟他说福音 有没有正式说福音 当然他做女婿 做女婿 有机会跟他说过 但是没有认真 跟他说过 很完整的说过福音 我心里很焦虑 病重 老人家 但是没有听过福音 或者没有完整的福音 没有表示过 再说一句 然后他说 最近很有趣 这两天 这个老人家在病床上 就说 如果我过世之后 不要跟我搞那么多 很害怕叮叮叉 很吵 他们也觉得很奇怪 因为他一直都拜神 拜得很厉害 突然间这样说 我们没有问他 为什么要这样说 他说没有 没有问他 然后我一边吃饭 我心里面 不太舒服 不太舒服 我一边默默祈祷 接着我就跟他说 其实不如我们吃完饭 可以探一下他 当时也是晚上 因为他的情况 比特殊 可以随时探 所以他说 好啊 可以探一下他 我们就两对夫妇 去到医院 护士批准我们去探 进去之后 他都能说话 都清醒的 头头都清醒的 我相信任何人 不就是我牧师 任何教徒去到 跟他说 你愿不相信耶稣 他说我愿意 对我来说很诧异 我以为他 一边听他们说 一边拜开神 都不相信这些东西 然后反复再问他 再跟他说 他很坚定地信耶稣 当然他们怎么想法 他动机什么 我不可以判断 我不是上帝 我不知道怎么判断 但是 我看到的就是 好像这位老人家做的决定 我详细 我不方便说太多了 到他人生有需要的时间 他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 要跟从住 完了之后 我跟这对夫妇 带我去夫妇跟他说 他会不会洗礼 会不会做一个教训 那些都需要考虑 不过那些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是他真心决定信耶稣 我如果他需要洗礼 我随时预备 我可以去跟他洗礼 人生里面 有很多不同的决定 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好像葛培里牧师 我开始在首所说 可能最大的决定 就是我们要信耶稣 因为信耶稣不是 那么多决定里面的其中一个 信耶稣是决定之后 然后你的决定 会影响你所有的决定 你对钱的决定 你对钱的决定 你对时间的决定 甚至你择偶的决定 都是因为信耶稣 这个核心的决定 影响了人生其他所有的决定 如果你真正信耶稣的话 所以决定跟从主 是决定当中的最大决定 因此我想邀请我们当中 如果当中未曾信耶稣的朋友 很想你能够 在新的一年开始 你愿意跟从主 好像你经文所说的 神要求你 是全心全意跟从他 然后他会住在你生命当中 带领你这一生 并且会带领你进入天堂 这个是我们当中很多基督徒 曾经做过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希望你 如果你还未信耶稣的话 你今天也可以做这个决定 特别是我们慶祝十四周年堂弃的时间 你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 不过更加重要 我想对我们的弟兄姊妹说 我们大部分都信耶稣的 你看到这个少年观很想跟从 但最后忧忧受受走了 一个好的开始 但一个忧受的结束 这个可以说是我们跟从主的人 可以说是另外一个缩影 可能我们有跟从主的那种的决心 那种的爱慕 但是跟这个少年观有同一个原则 如果我们不是全心全意的话 可能被周围的事分散了 可能被一些要付代价的挑战 我们放下了 可能被其他不同的人物 那种喜好 意见 令我们不能全心全意跟从神 那个原则一样是 我们会虽然决定跟从神 但是祂是悠悠仇仇的过我们生活 我很深信 信要赐封我们封城的人生 不过条件是 你要变卖所有分给穷人 还要来跟从我 是一件事 是以耶稣做人生的第一位 我愿意完全跟从 所以我将这两个挑战放在大家面前 你信耶稣的朋友 我希望你能够把握机会 今天决斥相信祂 我们信了主的弟兄姐妹 如果在你人生的路上 就是现在 你已经分心了 你已经不能全心全意跟从神 2020年新的年开始 但你重新在神的面前纳字 就好像在婚礼上重新纳字一样 我愿意以你为首 一起做个祈祷 在我们祈祷的时间 我想将刚才所问的这两个问题 两个的应用 两个挑战 再一次在祈祷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做一个表示 我不知道我们当中 有没有没有相信主的朋友 今天出席这个崇拜聚会 如果你未曾试过 决志相信神 今天 主耶稣感动你 你都很想和其他人一样 你说我愿意全心全意跟从耶稣 我愿意决定今天成为基督徒 跟从祂的 我希望你这个时间做个表示 我都能够特别为你们祈祷 也让教会可以继续栽培你 有没有朋友 你说我想今天 决志要相信耶稣的 请你举手 我想为你们祈祷 有没有朋友呢 请你不要客气 请你放胆 走此一步 如果你未曾相信耶稣 请你不要消灭神 在你心里的感动 你说我愿意相信耶稣 我再问一次 你愿意今天决定相信耶稣的朋友 请你举手 我想特别为你们祈祷 有的 请你现在举手 好 我都想问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 我相信大部分都是 请问2019年 有没有冲散到你的信心呢 现在有没有事情在你心里 明知道上帝的心意 你都不想进行 如果是的话 我们和这个少年观有什么分别呢 如果我们当中有这样的弟兄姊妹 原来你知道 你不是全心全意跟从神 上帝的吩咐你不想完全的遵守 好不可以今年开始的时间 你就将这个问题去正视它 去处理它 如果当初我的弟兄姊妹你说 求主原谅我 我没有全心全意 在这些问题上 以耶稣做第一位 求主原谅 你都给我 有力量的 来跟从主 有没有特意姊妹 请你举一举手 我想为你祈祷 你都在神面前 开始处理问题 有去举手 感谢主 你的手可以放下 还有没有呢 这个是你和神的关系 但是我希望 你能够清清楚楚的 在这里去处理它 如果做一些事情难阻你 或者你知道一些事情 你不肯跟从神的 好不可以今天 你在神面前 可以对付它 面对它 开自己的新的一年 我最后问一次 有没有特意姊妹呢 求主原谅我 我要以你为首 请举手 感谢主 感谢主 我一起做个祈祷 但是主越纳 每一个 这里每一个都是你所爱的 特别 那些是在主面前 有回应的弟兄姊妹 感谢你给我们 有诚实的面对 同样你知道我们的软弱 我们很需要主帮助我们 吸引我们 加力量给我们 能够在新的一年里 我们再次立志 全心全意跟从你 求主越纳 愿这里每一个出席的人 包括一些可能 未曾认识耶稣 未曾决志的朋友 他们的生命 都在上帝面前忘记念 我们这样的祈祷 是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 阿们 都在下来 找一个小方便 攀山 拍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